老闆 我最近加班的工 工什么 加班的工作很愉快呢 我怎么敢跟老闆谈加班工资啊 亲爱的劳工朋友们 在工作遇到什么争议 别再不甘反应啦 什么 为了减少劳工诉讼的门槛 劳动事件法早在2018年就修法通过 你 为了自己的劳工权益 快来看劳事法修了什么吧 这次的劳事法成立了劳动调解委员会 在劳方与资方谈不拢后 打官司前 会先进入调解程序 委员会会派出一位法官 再两位劳资专家参与讨论 避免直接进入官司的漫长过程 来 开始 哎呀 没共事吗 没关系 就算最后调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 法官也不会换人 有最了解的人来带你们进入司法程序 可是打官司可是很花钱的 没错 若依照之前的法规 以十年薪资六百万来计算 第一省的裁判费 你就要缴六万零四百元 但修法过后直接大刀砍办 裁判费最多以五年薪资来计算 还暂时免缴其中的三分之二 这表示你只要缴原来的六分之一 大约一万零二三三元就可以提起诉讼 而暂时免缴的部分 最后则会由判决败诉的那方来承担 而且劳工可以选择在工作地点的法院起诉 过去依照民事诉讼原则 原告必须跑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打官司 假如你被雇佣在高雄工作 但总公司所在地在台北 你就必须要跑个大劳员花钱到台北提告 简直劳心劳力苦的劳工啊 但修法后 去吧孩子地方法院见 而最后一改 矩阵转移 可是威猛低啊 过去在修法前 假如你与雇主起争议想起诉 像是工时工资加班休假等等的问题 而劳工就必须自己提出证明 可是这些资料往往都握在雇主手中啊 而修法后整个180度大反转 变成雇主有义务提出工资清测 出勤记录等等等 如果拿不出来又没有正当理由 说不出个所以然 那法院就可以直接认定 劳工说的就是事实哟 这不只降低了劳工们的负担 也表示雇主平时就要好好记录各种资料 而不能再含糊了失啦 好啦说到这边 相信大家也了解这次修法的重点啦 劳资双方的没有争议当然最好 但了解自己的权益也是非常重要的哟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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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